女生宿舍的大扫除 萱萱 萱萱你能不能不要往地上扔指了 那我鼻炎放了呀 垃圾桶在下面 你不能体谅一下上铺吗 可是 那我借你个垃圾袋吧 行 附近 副官我有事让我出去一下啊 哦 哎副官班区里面说今天晚上七点校领导 检查宿舍卫生 你别告诉我又是他学学啊 嗯 找什么找啊本来今天就是他指日 喂 喂 我干嘛呀我现在在医院检查鼻炎呢 甭管你现在在哪儿 现在立刻马上回来给我指日 看在今天校领导检查的份上 我们还能一起大扫除 哎呀我鼻子真的喊不舒服 你们就 那我就把指日表直接给老师看 看看谁倒霉啊 行了我现在回来可以了吧 大扫为什么比健康还重要 你满意了吧 行 别打扫就跟他靠着 还有半个小时都检查了 你们怎么动不动啊 这不等你呢吗 只要你不添乱半个小时足够 光会喊我欺负我啊 怎么不见你喊小童啊 哎人小童都几天不在宿舍了 哪有你知道垃圾多呀 那蓝色的 哪呢 赶紧打扫 别耍小童 哎我来擦桌子 拂会你扫地 张静有离起来 你就拖地好了 你倒是会指挥了 可是轻松活动你干呗 那我鼻眼嘛 不能闻太多灰尘的 张静 要不你来扫地扫完我来拖 算了 不折腾你这小身板了 我去问阿姨解脱吧 哎呀福哥 你看我这戴了口罩还打喷嚏 就这一次你就帮帮我嘛 那好吧 我从小在家里就不干活的 福哥你在农村 家里有个弟弟应该经常干活吧 轩轩 我这会在扫地 要不你去把抹布洗一下 等会我擦干净点 那行吧 也好啦这样行吗 可以的很干净 轩轩啊我还有个床底没扫 要不你先把床上擦一擦 等会我再擦其他的地方 那行吧 你干活又想骗我干活吧 哦 我听学姐说这次校领导查得很严 不合格会课学分的 我要是手跟你一样长就好了 你再等一下我马上就好 这都急着你别扫了快点 哎呀你让开我来我来快 你真的没骗我干活啊啊 你没有啊 干门子插下面啊上面也得擦擦呀 我没有你刚够不着 我来 木地板弄啊 嗯 我好了 我这是记平行宇宙了吗 哎你脱把呢你宽着点来不及了呀 阿姨说新宿舍都不低胆不好脱 回头会安排吸尘器打扫的 那你不就想问你什么都没有干嘛 好啊 你们两个人就是在骗我啊 哎呀 我再告诉你个消息啊 我也不知道是好消息还是坏消息 你说呀 嗯 老实说校领导没空 所以今天的检查取消了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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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哎呀 烦死了 怎么办宿舍这么大的事情 学校才说呀 我都来不及通知我妈来帮我收拾 你手断了还是脚断了 咋又不能收拾了 可能是还没断奶吧 损还是你会损 怎么样了 收到满了 没事知道你下巴回来晚 我已经帮你收了 哎 怎么还来七八糟的 走出去打扫赶紧啊 我马上收拾好了 顾顾 你现在才回来 肯定最后一个走吧 那就麻烦你最后一个打扫了 啊 走啥走啊 你还有几个箱子没拿呢 嗯 我好像有点感冒 没有什么力气 张静 你帮我把生下的箱子 放在楼下 反正白杨会搬的嘛 我 我真给你脸呢 再说白杨凭什么帮你啊 他不是在追你吗 帮我们宿舍服务也是应该的呀 你有本事让他上来拿 反正那我不搬啊 啊 你都帮富贵收拾了 就是帮我 你就是在排挤我 哎 你坏宿舍怎么不把舍友也给换了 我不搬 哪个宿舍敢收这尊佛呀 你上个厕所还要出门 怎么那么麻烦呀 不打人这什么破手气 出的这是什么宿舍呀 不就我拐脚的吗 早了不能咋的呀 啊 你们说小童他是不是有关系啊 怎么他老是谁下铺啊 想知道 怎么不当面问呢 啊 导员说我们宿舍比原来大 要多交两百公宿呗 又不是我们想搬的 凭什么谁要说多收就多收呀 那你跟导员说回去住去 我们也落得个清静 啊 啊 你又咋的了 啊 不过你帮我收拾床头说 没看到床门上有字吗 啥字啊 宿舍有脏东西 就在你们中间 哎 小童啊 你听说那事了吗 什么事啊 啊 就是毕业前 女生宿舍突然少了一个人 啊 对 我听说那个不见的人 好像就是这张床 啊 你们不要笑我 当女生宿舍有人意地恋 讨厌啊 我也没有很想你啊 你别看我玩笑了 那你今天都干什么呀 轩轩几点了 你干嘛 轩轩怎么了 知道了 啊 我睡得要睡了 我小点上 嗯 我一直都这么贴心啊 轩轩你都打一天了 你能不能歇息啊 你等我一下啊 你什么意思啊 我已经很想生了 你平时打游戏会没说什么呀 我又没得休息时间打 我没有要休息 这不算休息时间 刚刚说到什么了呀 刚刚说到什么了呀 还好 我可以和她同屏看电影 那 赶紧睡吧 谢了 哎呀 你今天早上干嘛去啊 啊 我不会吗 来来 请大家喝奶茶 这是别人送的呀 谁啊 老明打电话那个 他算是在追你吗 嗯 怎么不算呢 我让他别变他偏要变 而且啊 哎小童啊 你快就给你拿回来了 又是客户送的呀 啊 嗯 男朋友送的 喂 公放公放 小公主 跟你宝贝一下 我今晚要去杭州参加一个比赛 晚上不能和你一起去看电影了 好的你去吧 小公主 你好冷漠呀 是不是担心我被别的小姐姐怪走了 我才不担心你呢 你忘了我们宝弄了心动日常吗 他可以时时看到你的位置和轨迹 再说我相信你啊 那我先去收拾东西了 拜拜 小公主 嗯 哎呀 小童害羞了呀 哎 小童 你啥时候有对象的 嗯 高中毕业后就在一起了 已经一年了 哇 完全看不出来耶 小童 你都平时怎么谈恋爱的呀 没见面的话 顾佳有空就会邀请我 用我们查看距离的心动日常 他还能一起看电影呢 好了 我拆快递了 哎呦 大手笔啊 哎 还有个课卡 小公主 五一礼物十号圆 还有的是给你摄友的 记得谢谢人家照顾你啊 哎呀 他骗死了 我男朋友对我也很好 喂 你在干嘛呀 等我 我摄友要打 再不去里堂笑话表演就结束了呀 什么笑话 什么表演啊 啊 你们什么意思呀 我是小童的摄友 其实小童 其实小童这个异地练 一直在学校里单身人设 加了很多男生的联系方式 抢男人抢到我这儿了 你也要看自己拍不拍 下次见 有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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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点